最新的双屏温掌机来了 这台叫做IRNEW FLIP DS的掌机 翻盖就是它最大的特色了 咱们先来说说它的基本参数 它打开的最大角度是180度 还有120、150 这一共三档的可自动锁定的档位 而且其过程中任一位置都可以悬停 它的上屏是7英寸1080P 120Hz的高刷分辨率IPS屏幕 最高亮度是400尼特 100%SRGB色域覆盖 它的副屏是3.5英寸 960×640的分辨率 也就是一个3比2的屏幕 上下屏都是触控 由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控制IOS Base 2.0 也是支持了下屏的很多功能 它的硬件搭载的是7840U的AMD APU 我的这台是32G内存2TB的版本 它在散热方面采用了大面积的 均热板散热系统 加上风冷散热 温度控制的非常好 最高TDP出力是28瓦 最低可以3-5瓦 电池电量是45瓦时 那这些参数和IRNU系列的其他掌机很相似 那这一次它虽然看起来是两块屏幕 但是其实周边功耗控制的非常好 在我比较粗略的测试当中 和之前周边已经控制的非常好的IRNU2S之类的掌机都差不多 它的周边功耗因为开了副屏可能高那么一丢丢 但其实并不是太影响啊 而且可以通过快速键轻松的开关复屏 其实现在Win10已经越来越方便了 IRSpace 2.0和Win10的搭配也越来越好了 那整机官方标准是652克 实际称上也差不多 作为翻盖掌机算是不错的重量了 它的打开之后 平衡点掌握的非常好 不管任何的开盒角度 拿在手中都非常舒服 不会头重脚轻 上屏也不会来回晃 那整机的按键设计 因为它是翻盖的原因 也和以往的平板机型有着很大的区别 后面会详细说 此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硬件信息 比如霍尔班机啊 新加了Oculink的接口啊 以及最新加入的一个触摸的光学鼠标等等 这些也都比较重要 都是大家参考的信息 但是我没有Oculink的设备 所以测不了 霍尔班机之前说过很多 今天不展开 光学鼠标操控非常的灵敏 咱们一笔带过就好了 用起来也是不错的 希望未来的掌机 也都加上这个光学鼠标啊 那基本信息说完了 我们就来先测 大家看到这台掌机 最先想的就是 哎呀这样模拟3DS得多好啊 是吧 那咱们就要测测 3DS和NDS 这两个双屏掌机 在Ionio Flip DS上面的表现 当然支持正版从我做起 玩复古游戏进行模拟 也是无奈之举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 自己喜欢的厂商啊 我们只是供学习使用啊 首先呢 7840U这个芯片的性能 模拟各个平台都绰绰有余了 那3DS当然是不在话下 但是3DS的模拟器 在操作起来 稍微有那么一点复杂 用过的朋友都知道 这里也就不展开详说 虽然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模拟器啊 但是为了做这期视频 我也是研究了一下 首先呢 在单屏掌机上 它是用这种混合显示的方式 比较方便 就是上屏为大 下屏比较小 和上屏组成一个完整的上下屏 连接的窗口 显示在屏幕的右侧 这样上下都有黑边 但是用我们这个双屏掌机 那它就可以像3DS一样上下分开了 对不对 但是窗口分开之后 不在一个窗口内模拟 详细设置需要一定的调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勾选了哪些选项 玩的这个怪物猎人4G 也是我在3DS上面 最喜欢的一款怪物猎人了 在调节各项参数之后 这个模拟起来的效果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 3DS原机上屏啊 是400x240的分辨率 比例是15比9 它也不是16比9啊 所以在这个16比9的 Ionio屏幕上 左右会稍微留了 那么一个特别细微的黑边 但是因为FlipDS的上屏边框 本身是和屏幕一体的 一个黑色玻璃 一体屏幕 它屏幕质量也很不错 基本是看不到 任何明显的漏光的 所以上屏的显示 即便左右有黑边 但是玩的时候看不出来 效果几乎完美 但是还是因为窗口的问题 它上屏全屏之后啊 下屏这个模拟器画面的窗口 并不能全屏覆盖 在FlipDS的下屏屏幕 上面还留了一个 这个窗口的小白边 我积极去寻找解决方案 据说是可以通过一些命令行 让整个模拟器程序 都在无边框窗口模式下运行 这样就不存在这个白边了嘛 但是这里咱还没调好 比较熟这模拟器的朋友 也可以评论 给我支支招 提前说一声大感谢 然后呢3DS的上下屏幕本身 它的比例和分辨率 也都是不同的 那么在FlipDS这台温掌机上面 也就OK了 下屏的触控随着这模拟器的发展啊 也比早期我们的那些模拟器 体验好了一些 但是毕竟 不管是NDS还是3DS 它的下屏触控都提供了一支笔 很多游戏 是要用那个触控笔 来做更加精细的操作的 那我们如果用手去点按这个触控屏幕的话 那肯定很多游戏也玩的不如原机 那么的方便 而且我们现在测试的是3DS 为什么以3DS为主呢 就是因为NDS啊 它的上下屏幕比例分辨率都是一样的 而且它连的比较紧 中间只有一条横杠隔开 作为一个异形的掌机 异形还行 就是一体异色掌机 在当年NDS简直太火了 也是我最喜欢的掌机之一 那个时候有很多游戏 它是把上下屏作为一个完整的 长的画面 来显示游戏内容的 而且呢 因为屏幕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 上下画面是可以完整的 没有任何视觉误差的 连成一个整的画面的 就相当于你中间围了一个腰风嘛 那么用这个掌机来模拟的话 它的上下屏幕中间的间隔比较大 而且比例尺寸不同 所以玩什么为你而生 为你而死啊等等 那一系列NDS上面特别火的触控 跨屏游戏 那体验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那你可以玩那些上下屏内容 没有那么强的位置和分辨率比例 关联的游戏 就比如上屏或下屏是游戏画面 另外一个屏幕显示 UI啊地图啊等等的 像恶魔城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啊 所以很多NDS游戏 用这个双屏模拟也没有太多的优势啊 但是3DS就不一样了 3DS刚刚说了上下屏幕的尺寸比例正好 也是类似我们这台温掌机的比例的 因为它原机就这样 也就没有那么多把上下屏连起来 显示相同画面的这样的大画浮游戏 下屏更多的是用作副屏功能 那就和我们这台温掌机的副屏 基本上达到了类似的效果 比如说这怪物猎人 下屏可以显示地图 还可以把我们猎人的状态条啊 还有很多快捷键放在下屏上 可以完整的自定义 偶尔触控操作一下也是非常的方便 上屏的很多UI被隐去之后 画面效果观感也就更好了 而且呢3DS当年为了怪物猎人 不是出了那个甲汁吗 就是右边的一个扩展出来的右摇杆 在新3DS出之前啊 那不管是甲汁 还是新3DS那个小的小按钮的摇杆 它肯定是不如现代这些掌机的双摇杆 操作起来更舒服啊 那这方面就相当于老九新喝法 那你说它的画面提升有没有 那绝对是有分辨率是提升了 但是因为当年那游戏的容量 以及它就是针对这个分辨率去开发的 所以它的材质啊很多特效啊什么的 也就停留在当年 你把它拉的太大 搞个五倍八倍分辨率的 其实效用也不是那么的大啊 总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玩点 复古游戏情怀很重要 用原机玩是一种体验 用模拟器玩 它就是另外一种 比如说也更便携也好啊 更方便也好的一个额外的体验方式了 那还有另外的双屏主机呢 比如说WiiU 它的那个Pad上面的屏幕 也是可以这样双屏来呈现的 但是Flip的副屏 也就是下屏 它的实际分辨率 比WiiU的720P的这个Pad上的屏幕 分辨率还要低一些 用作副屏做一些辅助显示 也还算OK 总之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那你说 Ii Neo Flip DS 是不是现在最好的3DS模拟掌机 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 肯定是的 毕竟它这个双屏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是我们为什么上来 就花这么多篇幅去讲的原因 但是啊 这台掌机600多克 是吧 手感很好 但是它确实 你和原机3DS比 即便它画面有提升 那它也是比较有限的 你是不是需要花这么多钱 为了 专门就是为了 我就要用这个模拟3DS 你为了它去买这个机器 我认为只有这一个目的 我肯定觉得 你还是继续往下听一听 好吧 不要冲动 因为其实它不只是一个 可以用来模拟3DS的温掌机 它作为一个温掌机 本身各方面的条件 也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多了一个下屏 作为副屏来显示更多的信息 当然有的朋友 他不喜欢下屏 不喜欢翻盖 觉得副屏多了 它重量反正也会增加 那如果变成键盘 是不是实用性会更强 那当然 Ii New Flip 还有一个另外的型号 这是KB版本 就是键盘版本 对吧 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你去观察那个机型 那Flip DS它的下屏 可以非常方便的 监视机器运行的状态 数据和图标等等 都比较大 像我之前都是用悬浮的 一长串的数据窗口 有一点遮挡游戏画面 按AYA键 叫出这右侧的弹窗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它有个下屏 观测就更加的方便 当然如果你不想观测 你观测够了 你随时一按这个屏幕键 它就可以开关 AYA Space的窗口 同时还有快捷键 一键关闭复屏 就可以更省电 如果你不用看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复屏 想更多的 有哪些第三方软件 能够玩出花来 可以自行发挥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功能 AYA Space也说 还在继续开发 像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能够在下屏 持续显示一个虚拟键盘的方法 如果它下屏 固定为一个虚拟键盘 那这样 那Flip的那个键盘版 是不是就是被咱包括了 那当然喜欢实体键盘的 咱就另说 如果你有更好用的软件 请您还告诉我 我也去试试 机器本身的特色 咱们先说到这儿 下面说说 它作为一个正常的温掌机 在性能释放 温度控制 周边耗电和续航方面的表现 简单的结论就是 都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咱们也是测过 很多很多的 这个7840U的温掌机了 那这一台 它是3到28瓦的TDP 配合不同的风扇转速啊 还有把Windows 像电源模式啊什么的 调到更适合 咱们这温掌机使用的状态 玩起来呢 表现很好 当然能够满足 不同游戏内容的需求 比如说 2D独立游戏和小型3D游戏 在8瓦以下的TDP 就可以随便唱玩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7840U的甜点TDP 是15到22瓦之间 它就可以唱玩 绝大部分 我想在掌机上面 体验的游戏了 在15瓦TDP左右呢 它的续航时间 是在两个小时左右 用8瓦玩各种 中小型的独立游戏啊 甚至一些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3D游戏 都是可以跑动的 8瓦TDP的续航 能够达到3个多小时 那当然 你的屏幕 声音 WiFi Windows运行的状态后台 有没有其他程序在运行 以及 你开的风扇的转速 那你开的风扇转速高 它当然就更费电了 但是温度更低嘛 那你开的风扇转速低 你也是玩同样的游戏 它的机身温度就变高了 那续航时间 也会变长一点 那这热功耗 周边 风扇转速 机器温度 续航时间 这几个元素 它是互相影响的一个 你不能说是复杂 但是它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模型 想必7840U的掌机 咱们也评测这么多了 大家也都是比较了解了 我们在这块 就不再给它 特别的展开说了 但是需要提到的一点 那这台掌机 它是搭载了 大面积的 均热板散热 加上 风冷散热的 这样一个散热系统 所以它在温度的控制方面 也相对更好一点 就是说要控制在和其他7840U掌机 相似的温度和同样的TDP出力的状态下 它的风扇可能能够转的更低速那么一点 所以它的噪音也会相对的更小一点 总之这些都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还有 咱还没说 就是它的上屏 这次是搭载了120赫兹的高刷屏 这也是Ianio系列掌机 第一次使用120赫兹的屏幕 应该是吧 当然这还不是一个VR的屏幕 它是120赫兹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那你掌机游戏 绝大部分都跑不到120帧 你要120赫兹屏幕 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这问题就问着了 咱们这一两年来研究的 不就是这掌机刷新率和帧数 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吗 那我们这稍微展开说一说 首先大部分的3D游戏 以咱目前的掌机性能 跑到120帧 在120赫兹的屏幕下运行 能跑动的 我觉得必要性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说你要用更高的TDP 也就是说牺牲续航 去跑120赫兹 在掌机上面 跑那中大型的3D游戏 你不如直接就 能跑满60就已经很好了 这个代价和获得的收获 和获得的提升相比 哪一个更高 咱一下就能想明白 随便举个不那么精确的例子 你非要把一个3D游戏 从原来10瓦就能够跑到60帧 很流畅的运行了 你非要让它跑到120帧 那你可能就要开20瓦了 那你续航一下给削好多 你没必要 对吧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 那就是很多2D的独立游戏 尤其是那种高速动作的2D游戏 那你就可以试试 在掌机上面120帧 超顺滑的游戏体验了 比如说死亡细胞 那锁60帧呢 在1080P的屏幕下面 TDP就很低了 可能5到8瓦之间吧 我试了解锁帧数 跑满120帧 也是10瓦以内 就可以跑到120帧 这么流畅 这个是我拥有的 第一台120赫兹 屏幕刷新率的掌机 这个在手上把玩 这120赫兹死亡细胞 体验是真不错 虽然我现在手机 是一个120赫兹的高刷屏 但是我很少在这手机上玩游戏啊 这我春节期间玩 感觉自己水平都提升了 说一个大家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但是还是需要我不停的 一遍一遍说的 就是40帧运行效果 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 游戏运行的帧数 和屏幕的刷新率 如果能够保持一致 它的观感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你一帧 在游戏引擎中运行出来之后 它屏幕什么时候刷新 也就是说 真生成时间和屏幕抓新时间 如果能够完整的 统一到一起的时候 它的流畅度是非常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 VR可变刷新率 在现在作为很多游戏 和显卡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或者说已经一个 被大众完全使用的功能 它很受欢迎 就是说你不稳定的帧数 在VR的可变刷新率 屏幕下效果也是非常流畅的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掌机的屏幕 它还不是VR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 中大型的3D游戏 运行在锁定40帧 并且帧数生成时间 非常稳定的40帧条件下来运行 那它在120赫兹的屏幕上 120赫兹可以完全整除40赫兹 就是3赫兹显示一帧 那它的流畅度是大大提高的 对比来看就是说 如果你锁40帧 哪怕你的帧数生成时间特别稳 在60赫兹的屏幕上面看 它也是会有这种帧数生成时间 和刷新率不匹配的 你可能如果你没注意 你就永远发现不了 但是如果你一旦发现了 这个之间的差异 并且你的眼睛 能够观察出这个差异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可能很多朋友 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那我会恭喜你也很好 但是你要是我 我在60赫兹的屏幕上面 那就是两个选项 要么30要么60 那在120赫兹的屏幕上面 我们就多了选择 现在变成了30 40 60 120 那这个40帧 为什么这么重要 如果大家比较关注 主机游戏的话 因为现在PS5和XSX 它使用的是AMD提供的显卡技术 光追性能 在各个游戏引擎的表现上 其实都比N卡要差一些 所以你像Insomniac失眠组 就瑞区与叮当这个组 他们最新的这PS5的瑞区与叮当 也是最先开始尝试 使用40帧的一个画质设置模式 在高刷屏幕上面的一个表现 这我只是稍微的举了一个例子 实际40帧比30帧 多了三分之一的帧数 它的流畅度提升是非常强的 30帧看起来 它的帧与帧之间的时间 还是相对比较长 尤其是我们玩惯了60帧之后 能够看出比较明显的帧之间的停顿 当然这个不是卡顿 一定注意这不是卡顿 卡顿是帧数生成时间不稳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导致的卡顿 这个只是帧之间比较顿 但它是一致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 稳定帧数生成时间的30帧 加上一定的动态模糊 能够让你也感受到 比较流畅的游戏画面的原因 稍微多说一句 就是PS4啊 Xbox One上面的魂系列 包括PS4的血缘 为什么大家觉得经常那么卡 就一顿一顿的 并不是说它帧数不足 其实很多测试 PS4的血缘 基本上都是跑在每秒钟 30帧这样的效果的 但是就是因为 它帧数生成时间不稳 一帧快一帧慢 几帧快几帧慢 就会让你觉得卡 帧数生成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当帧数生成时间稳定之后 和一个稳定的刷新率的屏幕 配合在一起 就能够显示比较流畅的画面 那我们的40帧来运行在120赫兹的屏幕下面 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观感 它能够在保证一定的游戏流畅度的前提下 或者是说在30帧的基础上提升了一定的流畅度的前提下 还可以尽量控制了 为这些提升的流畅度 付出的热功耗 以及随着热功耗的提升 带来的温度上升 续航增加等等负面的情况 它通过只提升30%的帧数提升的流畅度 那对性能上面的负载提升 也就相对比30到60要低 三分之二 以我的观感 40帧肯定是比60帧玩高速动作游戏还是差一节的 但是玩大部分的动作游戏 40帧是一个在掌机上面比较能够接受的画面效果了 甚至大部分游戏都可以不开动态模糊 就可以让眼睛看得比较舒服了 那比如我们最经常测的乌十三 之前1080p 60Hz的屏幕 我更推荐使用1080p和中高的画质 采用一个锁30帧的方式来体验这款游戏 但是现在随着对7840U这个APU的进一步的开发 运行到相同分辨率和画质的性能要求 负载也是都降低了 那再配合这120Hz的屏幕 把帧数从原来我们锁30变成锁40 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完成的任务 这就给我们玩这一类大型3D游戏 多了一种额外的选择嘛 虽然我们额外多付出了那么一点TDP 但是获得了更高的流畅度 玩起来更好啊 当然因为乌十三本身开放地图太大了 在城市当中还是有的时候会掉针 但是在野外啊 还有很多战斗的时候 都能够比较稳定的40帧 那这个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是这块120Hz屏幕 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好的体验 那再比如只狼之类的 即便降低分辨率和画质 仍然有的时候是无法稳定60帧 那我们如果啊 这样一个多的选择 就可以锁个40帧 这样不就能降低更多的功耗吗 续航时间还更长了 也能玩的还不错 在此外呢 一些中型的3D游戏 而且是那种非高速动作的游戏 在这屏幕下面 锁40帧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比如说 最终幻想器核心危机 锁40帧就能节省下不少的TP 直接带来的就是续航的提升 开个1080p高画质 在这个屏幕上面体验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这儿就说的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这一部分的内容 还不太了解 可以倒回去重新听一遍 感受感受 自己在纸上算一算 好吧 此外呢 再来简单说说 这台机身本身的设计 比如说它增加了的 这个实体鼠标 Windows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 但是你要想用这鼠标玩游戏 其实还是必要性 不是那么的大 它的上屏打开 有三段停止的档位 就说你停到这 咔单一下 它就卡住了 但其实任何位置 它都是可以悬停的 停的也比较稳 那它即便开到之前的 这个150度 我还是觉得 这个开合角度不够大 我觉得170度左右 是一个更好的角度 我一般都是开到这个角度 去自由悬停来游玩的 找到这个角度 也是非常的方便 很容易 那翻盖 就是这样一个好处 你喜欢什么样的角度 就停什么样的角度 同时翻盖 也给这个掌机的设计 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它的按键 变化的是比较多的 像ABXY采用了比较大号的按键 但是还是使用了一个改进型的 这种叫做微动的锅仔片按键 它也不是纯的微动按键 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是响应速度非常的好 挺好 然后方向键也是差不多 手感很好 但是它这个摇杆 因为做成了这种凹陷式的 导致它的这个建成 没有特别的长 就是你推到最大 它的这个走位不是那么的大 那这个手感的要求 就是因人而异了 大体来说 玩起来还是算比较舒服的 它是选择了这样的按键设计 但你像NDS和3DS 它的下屏是有一个凸起的边框的 这样给它的按键 留出了更多的建成位置 所以任天堂的DS系列掌机 真的是一代设计之王 当然Flip DS可能也考虑过这样的设计 但是因为它采用的AMD的APU 包括各种散热系统 机身已经比较厚了 它再织起来一块可能就更厚了 所以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然后就是它的RT LT的扳机键 它之前因为都比较大 是这种从上往下按的 现在是一个斜着 有一点点角度往下按的 手感也是挺不错的 此外左摇杆斜上方增加了 音量加减键 把之前在顶部的给移到这来了 然后有一个西瓜键和一个下屏的切换按钮 直接多了一个按键 它的背面增加了两个这种胶一样的 这种防滑的处理 手感不错的 增加了持卧游玩的时候的舒适度和稳定程度 最后就是翻盖掌机的易用性 因为NDS和3DS大家应该都使用过 它在扣上盖子之后 其实就是直接关闭屏幕游戏还是在运行当中的 可能也就是暂停了 所以那个机器其实是不存在待机状态的 它就达到了随开随玩的一个状态 我也是比较推荐大家把这台Flip DS设置成类似的功能 就是说你合上盖子改为关闭屏幕而不是休眠 因为Windows在自己默认设置的时候 是把它当成翻盖的笔记本 你把屏幕一扣上 它就默认休眠了 那Windows休眠的唤醒 即便在Win10上面已经比较快了 但还是需要几秒钟时间的 比掌机的那种开关盖之后 瞬间回到游戏游玩状态的那个过程还是要慢一些 所以我是把盖盖子变成了关闭屏幕的功能 那把这个按电源键变成了休眠 那其实Windows的这个休眠系统啊 很多朋友也是有了解的 也有不了解的 就会有一个个人先入为主的印象 现在Windows休眠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你按一下这个键 它用几秒钟的时间进入休眠状态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省电的一个状态 几乎就是不太费电 我所有的温掌机都是休眠 就是很不经常关机 因为我经常要测嘛 即便我很长时间不用了 我一打开还有很多很多电量呢 而且你休眠之前 你Windows运行着什么程序 你只要把它打开了 立刻就回到那个游戏状态当中了 只不过肯定是比NS那种游戏机 它的待机回复的速度那么快 但是这里要多提一点 如果你把盖盖变成了关闭屏幕 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这个状态把它放到背包里面 因为在这个状态下 机器芯片还在运行 那温掌机的散热量 它比DS3DS那些掌机散热量 那肯定它就大了 你把它出风口挡住那还行 就相当于你把一不关机的笔记本 C包里给捂起来 是吧 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 所以很短时间的不玩 或者说你在家里面临时不玩了 你把它盖上盖子放一边 只要是长时间不玩 你按一下这个 很可爱的电源键 一按休眠就行了 好 以上也是今天又说了很多 我们来总结一下 Ianio Flip DS的优点 首先上下屏的设计 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然后它适合模拟一些双屏的游戏机 它作为一个Windows掌机 在性能散热和续航方面 都达到了目前AMD芯片掌机的 很理想的状态 它一个全新设计的方向键 ABXY等按键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键程非常短 但是回弹力度很好 操作感也不错 那这台掌机它遗憾的地方也有 就是首先它下屏的多功能软件 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了 那这软件开发的同学们 辛苦了啊 加油 为我们多开发点很实用的功能 然后呢 就是翻盖导致的按键设计 让这个摇杆是下线型的 手感比普通突出的摇杆要弱一些 而且摇杆它推动的距离比较短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台掌机真的是非常好 它一个7英寸的屏幕 在玩绝大部分Windows PC游戏的情况 都是可以看清楚的 那你7英寸都看不清楚 那这个游戏可能也就不适合掌机玩 很多朋友都问 啊 博德之门3能不能玩啊 那7840U玩博德之门3还是可以的 经过一定的调节 在前面几张运行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也没有打到第三张 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有一个多么复杂的情况 但是我相信经过一定的调节 它有可能会掉针 但是是可以玩的 那它作为我们一个移动设备 在家用PC台式机玩博德之门3 出门用掌机玩玩博3 是吧 博起 非常好 那你像玩最新出的小丑牌什么的 非常的爽 很开心 我要去打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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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